因為要查病案 想說有條還是要查病案 現在有一個公民黨委員 他家裡有一個詐騙集團 他還借一百萬耶 這樣啦 徐曉昕對不對 單挑徐曉昕民進黨立委 黃捷高雄宣講 兩個女人隔空互搶 大家看電話就說 拜託那個人去處理一下好不好 好 給我處理好不好 是怎樣處理啊 生魚片還是 還是就是八九位的 我要處理你這種 很多人想要把他們罵 對 但是因為在座六十九位 麻煩給我處理 抱歉 過了三十五年 我是沒有聽過 有人說要處理我 這樣的話的 因為一般來說 我可能會去報警 我有一個倒數計時器 這應該是黃捷他第... 黃捷說要到我的這第六十二天 為兩人之間的糾葛 再添一筆覆一加上罷免議題 來論立委吵不停 而公民團體早早預備 替大罷免時代試水溫 我們要跟中國國民黨講 其力停止輔助非為 台上喊話慷慨激昂 等等舞台另一邊的人 怎麼有點扁 原來主辦單位製作了 國民黨立委 葉元之的人形立牌 放在台上目標相當明確 民團另外還鎖定淡水紅 孟凱以及基隆林沛祥的選區 向在地選民喊話要反應民意 向藍尾們施壓 期盼藍尾們在國會擴權法案覆議時 改變投票意向 朝野覆議延長賽火熱開打 隨之而來 罷免大亂鬥 各方提前暖身 繼續我們 然永齊胡克強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